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有一個開箱預告 就是我手上這一部 就是OPPO的FINE N2 一部摺疊式手機 OPPO FINE N2 機身造工是很精緻的 當然也非常小巧 重量是230多克 是很輕手的 大家可以看得到 整個質感和一代來比較 它不是主打拍攝的手機 在鏡頭配置上還未到最強 今次的FINE N2 就有超廣角鏡 廣角鏡 另外還有一個光學的2X鏡 雖然不是整齊焦段 但常用的都給足力 對於一部摺疊式機來說 絕對可以接受 而且成像品質還不錯 所以一般來說 像我這樣拍攝食物 打卡 拍攝人像 完全是刀粉質沒問題的 另外還有一個特色的地方 當你用這個OPPO FINE N2 拍攝了一張照片之後 而照片裡面有文字的話 我們可以直接 highlight照片裡面的文字 好像現在這樣 可以複製出來 對 它是一張照片 已經可以拿到文字出來 那去文字編輯器 我們就可以直接 把文字貼上去 今次這部OPPO的FINE N2 即現在拍攝影片 其中一個賣點 就是它用了自己的 馬里亞納的NPU 這張照片 試一試拍片效果 我試一下 楊塞來吃一下 很吸引 掃皮版的掃皮 也很好握手 加上今期送了機殼 套了機殼之後 整個感覺 也有些不同了 但中括來說 都是靚仔討好的 當然 打開螢幕之後 也是很吸引 這次外螢幕和內螢幕 都用了120Hz的高刷新率 所以掃起身是非常之暢順的 而處理器和配置方面 處理器擁有高通的 Snapdragon 8 Plus Gen1 雖然未用到最新的Gen2 但8 Plus Gen1 本身這顆SoC 的能源效益已經很好 用起來 已經是非常之不錯的 加上最高512GB的機身儲存 可以拍很多照 放很多APP 接下來會有直播的開箱 大家密切留意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LIKE 另外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 再去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旁邊的通知 我們直播再見 拜拜